新北市板橋老字號的美食 這油庫口麵店 這麵線店會不會要正式都更了 附近的社區其實物靈都將近五十年 所以大家都很希望可以都更一下 目前有三十四戶 將近八成的人都同意 未來預估單品的價值是破八十萬 但是代表說 其實這邊附近的租金 相對都會跟著上漲 那油庫口麵線 也可能會面臨到要搬遷的命運 蚵仔又大又肥 新鮮味美 再搭配個烤箱長 看了讓人口水直流 這就是新北板橋老字號的油庫口麵線 店裡天天高棚滿座 但附近老公寓屋齡都將近五十年 與周遭高樓大廈顯得格格不入 目前已經啟動都更 未來房價單瓶上看八十萬元 屆時麵線店可能難以負擔房租 恐怕面臨搬遷命運 有庫口麵線這兩排連動的四層樓公寓 基地大約六百七十六坪 鄰居們渴望都更 新北市駐都中心也介入協助 目前已經有三十四戶同意 整合超過八成 都已經繳納兩萬元的前置基金 而這裡就是學區周遭臨近捷運車站 還有新版特區位置精華 都更後價值絕對提升 大概有六到八戶的部分是不同意的 那其實他們也有鬆動 我們也有在其他地方有接觸到 海上湖的一個狀況 我們也正在推動 那預計今年可以推到兩到三岸 都更是段漫長的旅程 有人同意也有人不願意 還需要更多的與住戶溝通 就是懷念的老字號味道 如果搬了家 當地居民也有一點捨不得 繼續中文報導